亲爱的朋友您好 我是罗门 欢迎一起来研读圣经 今天我们在这个单元里 要思想以赛亚书的44跟46章的内容 以赛亚书的44章主题 耶和华为他的子民唯一的帮助 在以赛亚书的44章 从经文一开始就提到 鼓励以色列人在面对被鲁的光景 面对敌人的过程当中不要惧怕 为什么呢 因为在被鲁的过程当中 他们可以说是在异地 他们在那个光景当中国破驾往 可是上帝说 我仍然要将水浇灌口渴的人 将河浇灌干旱之地 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的后裔 将我的福浇灌你的子孙 当上帝拣选他的子民的时候 可以说上帝对他们有一个永恒的计划 这种计划不仅上帝创造 上帝也要塑造他们 使他们能够成为一个所谓外邦人的见证 所以除了耶和华以外 圣经上告诉我们 以赛亚书是四章第六节到第八节提到 唯有耶和华是神能够预言未来所发生的事情 因为上帝是他们的宝藏 即便在异地被鲁 在恶劣的环境当中 神仍然成为他们的力量 另外在以赛亚书的四章九到二十节提到 偶像 而这种偶像是无能或虚无的 在经文里面是四章里面谈到 一个铁匠 他凭着自己的意识 或者是一个木头的雕刻匠 制造偶像 然后工人跪拜 跟创世纪 神按照自己的形象 造男造女 形成一个强烈的对比 偶像是人造出来的 可是人却是神造出来的 先知在经文里面不断强调 耶和华上帝是全能全知的神 偶像是无能 而且是人所造的 跟上帝有形成了天壤之别 所以在以赛亚书的四十四章十二节提到 铁匠把铁放在火炭当中 把它烧热 用锤把它锤打 可是当铁匠饥饿无力 而且他没有喝水的时候 又发疲倦很干渴的 可以让我们知道 上帝如此的描述的意思是告诉我们说 创造偶像的人是会饥饿的 创造偶像的铁匠是会干渴的 可是不要忘记 创造你我的上帝 是不会饥饿也不会干渴的 另外一个荒谬的就是木匠 木匠他也去找木头 在经文告诉我们说 他到森林里面去找到一棵树 把一棵树就把它砍下来 结成三等份 一份拿来烧火取卵 他说很高兴 一份拿来烤饼烧肉 还有最后一份第三份 就是拿来制造雕刻偶像 然后对他自己所雕刻的偶像 说你是拯救我的神 偶像你是我的神 以赛亚书44章17节说 这真的是荒谬 我们看到先知用嘲笑的口吻 让我们看到 以色列人过去所拜的偶像 就是如此 因此我们说后面 以赛亚书的44章21节到28节这一段 就告诉我们说 如今只有来到上帝的面前 才能够获得上帝的赦免 才能够得到上帝的拯救而归回 因此先知呼召天地 山灵等自然界 一同来做见证 一同来欢呼上帝救赎的作为 因为当神的子民离开偶像 悔改认罪的时候 神应许 以赛亚书44章22节说 我涂抹你的过犯 向后云消散 我涂抹你的罪孽 如薄云灭没 你当归向我 因我救赎了你 就是宣告 上帝是一位创造者 同时上帝也是一位救赎者 这是圣经的两大祖宗 上帝创造你我 祂不仅创造了你跟我 也要塑造你我的品格 更是将来要拯救我们 进入到祂永恒的计划里面 因此这位上帝 不仅是就约以色列人 救赎他们归回的上帝 同样的 这位上帝也是救赎你我 回到祂永恒的怀抱中的上帝 在以赛亚书的45章主题 就是上帝兴起古列王 成就祂的旨意 神兴起古列王来征服巴比伦帝国 这是在祖前的539年的时代 那么古列又叫做居鲁士 是波斯帝国的创建者 他在位大致上有30年的时间 在他的统治之下 周围的国家 包括了阿拉伯 土耳其 中亚的地区 和高加索的地区 甚至于东边远到了印度河 可以说 这是前所未有的大帝国 45章第一节说 我耶和华所高的古列 我残伏他的右手 使列国降伏在他的面前 我也要放松列王的腰带 使城门在他的面前敞开 不得关闭 在旧约只有祭司 先知和君王 这三个职份的人 叫做受高者 可是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 45章的第一节 居然说 我耶和华所高的古列 而古列他是外邦人 他是还不认识上帝的外邦人 居然也是耶和华上帝的受高者 为什么 因为在以赛亚书的44章 第28节告诉我们 古列他将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使命 重建耶路撒冷 而且他要发命 要立稳圣殿的根基 所以上帝兴起古列 使列邦 使列国都被征服 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 什么目的 重建耶路撒冷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许多列国的珠宝 都被古列所得到 有很多坚固的城门 都被他所贡献 可见得我们再一次的说 耶和华上帝是历史的主宰 他要兴起谁 谁就被兴起 没有任何人可以质疑上帝的作为 受造物包括你跟我 我们不能够质疑说 为什么上帝要兴起古列 而不兴起别人 我们没有这个权利来埋怨上帝 同样的人质疑上帝的作为 人质疑上帝的创造 主权也是荒谬的 所以在以赛亚书的四十五章 第七节提到说 我照光又照暗 我施平安又降灾祸 造作这一切的 是我耶和华 其实上帝真的是掌管万有的神 他创造光 他创造暗 他给予平安 也降灾祸 无论是平安也好 无论是灾祸也好 都是耶和华上帝所创造的作为 因此上帝才是唯一的救主 上帝也才是唯一的拯救者 在讲完古列的预言以后 先知接着预言到 列国将会归向上帝 承认耶和华上帝是独一的真神 经文提到有哪些国家会归向 耶和华上帝呢 埃及 古时 西巴 非洲的这几个国家 同时也代表了整个外邦的国家 他们有一天也要带贡品来朝见上帝 说神真是在你们中间 此外再也没有别的神 再也没有别的神 当我们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想到 今天以色列的上帝 不就是我们基督徒 你我所信的上帝吗 这位掌管历史的命运的主宰 可以说今天不管是整个国家 民族 包括你跟我 一样我们来寻求他 他也要成为你我的拯救者 在以赛亚书45章 多次的宣告 除了我以外 再也没有别的神 除了我以外 再也没有别的救主 今天你我也一样的相信这位上帝 同样的 以赛亚书45章23节 最后提到说 万兮必向我跪拜 万口必凭我启示 也就是这位创造光 创造暗 创造天地的这位上帝 都是由这位全人 全知的上帝而来的 他是一切的创造者 同时也是一切的终结者 最后 以赛亚书的46章 偶像岂能跟上帝相比呢 以赛亚这位先知 历经了四任的君王 看到了许多官场上的虚幻无常 可以说当人把信心的眼睛 投注在上帝的身上的时候 人才能够在风雨飘摇之中 能够有坚定这样的一个依靠 因此认识上帝 可以说是在 以赛亚书46章 或者是整卷以赛亚书 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 那么偶像 我们可以看到 在46章告诉我们 当巴比伦灭亡的时候 那些原来崇拜巴比伦偶像的 这些神明 包括了比勒和尼泊 这两个巴比伦所崇拜的主神 一样成为逃难的人 很大的重担 意思是说 连偶像都要赶快逃难 让这些所谓的走兽 来拖着他们赶快逃跑 连偶像都如此落荒而逃 那可见的偶像怎么能够拯救人呢 当人遭难的时候 偶像不能够救我们 偶像自己自身难保的时候 我们看到 唯有这一位真神 他才能够背负你我的重担 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 上帝是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神 是拯救我们的主 诗篇68篇19节 先知 要把镜头从人的身上 从偶像的身上 转移到上帝的身上 也就是说 这位上帝 从我们出生到死亡 当我们愿意回转向他的时候 他要成为我们的帮助 他要背负我们的重担 可是相对于偶像 偶像是 当我们遭难的时候 是我们背着偶像 当我们遭难的时候 我们背不动偶像 还要让这些的走兽 还要让这些的驴 马来背这些偶像 偶像成为人们的重担 可是今天反过来 我们的重担 是上帝替我们来背负 所以在 以赛亚书里面告诉我们说 他是塑造我们的上帝 照顾我们的上帝 扶持我们的上帝 所以我们可以将 所有的重担 完全卸给他 以赛亚书46章第九节 说你们要追念上古的事 因为我是神 并无别神 我是神 再也没有人比我的 所以我们要说 今天你我的环境 可能充满了许多偶像 可是我们要再一次的说 偶像不能够成为我们的帮助 唯有创造你我的上帝 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 才能够救我们脱离一切的重担 背负我们一切的苦难 而当我们转向祂的时候 祂要成为你我的拯救 愿上帝祝福你 我们下回再见